好之前我们曾经为您报道过 中国爆出走私超过有40年的冻肉 数量相当惊人 多达有10万吨 而根据调查报告显示 被查获的过期冻肉 原本会进入到餐馆 零售商和超市等销售通路 消息一出让不少的民众是感到恐慌 也引起了外媒关注 直呼难以想象 存放超过30年的猪蹄膀和40年的鸡翅 这些过期冻肉多数在香港转运 数量超过10万吨 价值5亿美元 据了解 冻肉贩售在中国许多城市已流通多年 议论指出 这不仅是走私问题 更是整个食品监管体系的失效 调查显示 被查获的冻肉 原本会进入餐馆 零售商和超市等通路 至于这些冻肉的来源 目前尚未查出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以及日本时报等这名媒体 也纷纷报道了冻肉食安丑闻 对于成年冻肉感到难以想象 肉类如果持续冷冻 确实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但走私肉常在没有冷冻的情况下运输 为了降低成本 甚至常温运输超过12小时 反复解冻也导致部分肉类腐烂 中国近年陆续爆发一系列的食品丑闻 从掺杂狐狸肉的驴肉 三具秦安奶粉到近期的冻肉 恐怕将再次动摇民众 对食品消费的信心 新航亚太电视林嘉宇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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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